据新华社最新消息,浙江省卫生厅今天通报,浙江省湖州市一例仍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。 患者张某,男64岁,湖州人农民,至此全国共确诊了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14例,其中江苏4例,浙江3例,上海6例,安徽1例。